身穿黑藍色的長裙 出席通訊APP的記者會 韓國團體少女時代的成員 潤兒來台開心和粉絲揮手問號 能量非常高 自動的連續發展 也非常有趣 潤兒一坐下來就暢談 代言APP的幾家功能 同時也罕見 向大家一同分享自己的藝術天分 來 點點 啊 笑臉 她剛剛說她最喜歡的是笑臉 對不對 儘管覺得自己畫得不是很好 潤兒也是大方微笑帶過 融化不少粉絲 這回再次來台 潤兒也在IG上分享自己開心 大吃的照片 展露她吃貨本色 而每次來台的她 總是也給粉絲們新的精細 暖男或冷都男 暖男 沙沙醬或番茄醬 沙沙醬 烤海苔或烤香腸 烤海苔 像是今年4月 潤兒就曾來台 替食品產業拍形象廣告 當時台上和主持人黃子嬌互動爆笑 潤兒也大方秀她的流利中文 大家好 我是李韻男兒 好久不見 台上台下滿臉都是笑容 這回再度來台代言 讓粉絲們再度見證她獨特的風采 記者 綜合報導